日本競途馬錦碧將會在星期日上演 馬會將會熱揚轉播當日其中七場賽事 而在星期六日本開外名家金塔代三 就率先去到中西競馬場 觀察了一天馬場首輯的賽事 從而幫大家分析一下跑道形勢 不過他也很有心思 入場仍然不忘記香港馬迷 還想跟大家說幾句 說完祝福的話金柏先生就看了這一天的賽事 他就跟大家說一說馬匹要在中山競馬場 或者日本競途錦碧出旗賽 就要有以下三點要留意 首先這一天的第九場草地千二米兩歲表列賽 頭馬完成時間是1分08秒8 比上屆日本競途馬錦碧完成時間是1分08秒3 只是差五線 但是金柏先生就認為今屆日本競途錦碧 與兩歲表列賽之間有不少的差距 所以那屆明天 競途馬錦碧的頭馬會 比這場兩場表列賽快1秒半完成 換言之這場一級賽馬匹要做不到1分07秒3 就幾乎等於輸了 第二點金柏先生就指了 中山競馬場跑道非常乾髮 對前置馬會相當有利 而第三點就是中山競馬場草地千二米的起跑線 就在大圈跑道第三角的轉彎位附近 他就估計內外檔的差距會相當之大 中來檔馬應可以賺盡形勢 他就分析了 阿端和阿錦碧最受注目的野田重擊 是需要後追的 但會比較難發揮一點 反而抽到七檔可以擺田走的魔族閃驗 或者控制步出的情況下制勝 最後啦 金柏代心也找來日本女馬迷小林楊子 就日本競和阿錦碧給提示香港馬迷 我的推薦是Mr.Melody because he is Takamatsu no Miyakinya Mina Good luck 撕殺列車男星金義盛走入抗爭現場 與香港人並肩同行 追蹤事實真相 香港中文字幕版 探查企劃Straight 香港的憤怒金義盛 果然台獨家首播